12月29日,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在京闭幕,会议经表决,决定约命董军为中国国防部部长,这意味着中国迎来首位海军出身的国防部长。 62岁的董军是山东烟台人,曾担任海军司令部军训部部长,北海舰队副参谋长,海军92269部队司令员。 2012年7月,董军晋升少将军衔,隔年出任东海舰队副司令员,2014年转任海军副参谋长。 2017年1月任驻越部队领导,3月升任南部战区副司令员,2018年7月晋升中将。 2021年8月升任海军司令员,同年晋升上将。 12月25日,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仪式,海军原参谋长,新晋上将胡仲明已接替董军出任海军司令员。 新闻联播画面显示,董军出席仪式,并在主席台下第一排中间就座。